有九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如果想要踏入资讯的数位化 应该要从哪边学起 基础是什么 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在生活里面 去检视你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什么事情 你每一次做的时候 都觉得不断地重复 好像是自己是工具人 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这个叫做植物流程再设计 就是去看这个植物流程 然后去看到里面有哪些部分 它比较适合机器人来做 那这个是可以练的 那就是你保持一个觉察 那或者是说你自己做一个live vlog 就在旁边测拍 然后去看就是我们做 user experience study的时候 就是你的那个情绪 在执行一个工作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掉到一个 觉得真的是非常无聊 非常wrong等等的这样一个情况里面 那这个时候就是资讯科技 可以介入的这个时候 那好比像说 像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叫做芬兰的朋友 叫Lida Lucas 那Lucas他比较有名 是创办比较Rails Girls 的这样子一个世界性的 就是大家就是女生一起来学 Rails这个城市语言的一个教程 那他就是之前有来过台湾 有非常多一个故事 就是说当时他就是教 女生写城市的一个课堂 那有一个年轻的妈妈 那他们就是在那边去做 这个每天的生活里面 哪些部分会觉得自己在做很容易的 好像机器人一样的心情 那他就说 因为他的小孩有这个分离教育 那所以虽然年纪也不是非常非常小 其实已经忍忍得自了 那但是呢 就是他每一次只要离开 这个一点点时间 那就很容易哭 那所以他其实很难保持 就算是去旁边的超级市场 买个东西 他都必须要就是用什么蓝牙耳机 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去跟他小孩保持联络 那不然的话 他的小孩任何其他蓝牙会都没有用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就是非常的困扰 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每天每天都会发生 那所以呢 后来他们就一起去想说 哎 你这个是一个痛点吗 所以要怎么解决呢 他们就是去运用这个 一个很简单的LED的一个显示幕 其实就是我现在看到那个 正在告诉我是16.51分的那个LED的显示幕 然后他们用一个很简单的 二度运动的一个板子 然后去连到他的那个机部器 因为他有带那个运动手环嘛 那所以呢 好比像我超级市场 正在离家里大概可能350的这个距离 好 那所以呢 他就可以看到 那个小孩就可以看到说 哎 这个妈妈离家里 这个从01234什么什么之类到300 然后到了300之后 他又会开始倒数 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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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什么什么之类之类 那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不用一直跟家里保持语音连线了 他就可以告诉那个小孩说 哎 当这个数字倒数到0的时候 那门就会打开 妈妈就会回家 那所以这个真的很有用 那小孩就没有分离焦虑了 所以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如果只是单单要解决这一件事情 你要学习的城市语言 因为就好像你天空中跳一个方向 这个星座有别的星星都不是重点 你只要学这一点点东西 这三颗星星加起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加在一起 其实大概一个礼拜 最后两个礼拜 你一定可以学会 而且你有非常强的动机 对 那学会之后呢 你就变成你的社群里面的英雄 其他人都很想要学这一套东西 并不是只有你碰到这个问题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有一个共同学习的文化会出现 所以最简单的技术就是去找自己工作里面 柔的事情 如果你是要重复填一份表单 如果你是要 不知道早期抢电影票 还是什么之类的 之类的这些事情 那其实现在都有很多 你甚至不需要写任何一套程式 有一个叫做Sikuli 也是一个 就是台湾朋友的一个软体 它是把你的荧幕录影 录下来之后 教那个机器学习 去识别荧幕上 上什么样子的按钮 然后之后 它就会学你的那个动作 去按这些按钮 那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录给机器看之后 那个机器以后就会帮你去 做这个抢票的动作 那不过就是 如果是那个车票的话 这个是犯法的 还是提醒一下 对 那但是说比较弱的这件事情 大概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到 那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去看 自己的工作里面 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结构进来简单 输出简单 在做的时候只有 它的就是速度的差别 这些就非常适合 交给机器来做 也是学诚实设计 最好的一些方法 而且它就帮你省了时间 你每天只要省这样一点时间 你要多一点能够创造的这些精神